享受或热喜悦获得成功的妙方 我是陈秀芳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2024年10月25号的股市妙方 时间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的过下去 时间只能过得很快 现在又到了4月底了 其实到了4月底 秀芳一直持续的跟大家提起什么事情 大家记得吗 就是今年持续是基本面的一年 持续进入到4月底 下个月是重头戏 什么重头戏 因为其实最近已经陆陆续续有一些公司 已经公布了第一季财报 有一些公司是惯性就是比较早公布 可是有一些公司他们的惯性就是 会落在5月中左右公布 就可能就是压底线 因为其实主管机关规定 就是5月15号公布第一季的财报 接下来就是秀芳的重头戏来了 怎么说 因为接下来的话 除了是5月10号要公布4月份营收之外 接下来秀芳会依照营收表现 跟第一季的财报的状况抓出猫腻 为了是什么 为了就是让我们的会员朋友们怎么样 再一次的荷包满满 那今天大盘 先来看一下大盘 因为今天大盘看起来就是 还蛮正的 怎么说 因为昨天大家很开心吧 因为昨天大家开开心 其实已经兴高采烈 因为昨天 其实台股是大涨的状况 那其实昨天很多人就开始 纷纷的觉得 整个台股太棒 表现太棒了 我现在应该是要欧印买股票 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其实我的看法其实还是很简单 就是趋势怎么做 我们就照做 现在看起来整个趋势是没有改变的 对不对 所以当然还是以做多为主 就千万千万不要像我弟一样 又来问我说 是不是又要 是不是可以做空 那其实我认为 其实没有什么行不行 没有什么行不行 只是对我来说 我看到什么我就做什么 我认为现在做空并不会讨到便宜 所以我不会去做这样的 去执行这样的策略 那我弟我当然也是一直跟他讲说 你不要逆市 你不要逆市 你就是顺势而为 真的就顺势而为 你不要觉得说看到台股 然后又创高 看到什么股票创高 你看他不顺眼 其实在台北股市 其实进入股市 其实投资这一条路 最忌讳的就是意气用事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今天会提到 意气用事这件事情 因为昨天 因为最近有活动 所以很多人帮秀芳把节目推广出去 之后他们会来截图 然后来跟秀芳要 秀芳就是认为非常有价值 价值6万块的双走宝 那当然会聊了一下 那其中最近不乏有一些朋友 其实为什么我今天要在节目上点出来 就是意气用事这件事情 昨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聊 一个粉丝跟我聊 然后跟我讲说 他跟我说 老师我觉得好奇怪 我进入台北股市四年 进入台北股市四年 可是我跟你操作一样 我都是选基本面好的 我也都是抱波段操作的 那我就问他了 是喔 那跟我一样 我的选股的方针 我的核心价值的选股逻辑 其实就是以基本面做出发 然后我就说 那想必你操作一定不错吧 他说没有 这个四年下来 他其实已经亏损了 印象没记错的话 大概是六七十万 六七十万 我想说 怎么会这样 你不是说你都是基本面做出发 然后你也是抱波段 那其实真正真正关键的核心价值 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今天点这个故事来告诉大家 其实关键并不是说 你从基本面做出发 你就一定会赚到钱 也不是说你从基本面做出发 你选你认为低档的好股票 你抱了一个波段 你就会赚到钱 因为其实真正真正的关键是什么 你要报对股票 你就是要报对股票 他说他四年 然后net下来 赔了六七十万 那我就说我的第一季 我光 均豪 浮华 成名店 这故事大家都听很久 对不对 可是我还是要继续讲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你跟我的差异 你的波段 你抱的波段 你是报错股票 可是我的波段是怎么样 我的波段是报对股票 然后在40的点位做加码 40的点位做加码 我才可以有本事带着我会员 我们的小资组会员 我们在第一季 我们从100万的资金 可以变到190万 那你知道你跟我的差异 是在哪边的吗 并不是说你跟我的策略一样 你说你是基本面做出发 你是波段操作 你就可以赚到钱 因为其实里面还有很多很多核心价值 而且他还跟我说 我常说一句话 我最喜欢最喜欢 买进股票的技术面是什么 大家还记得吗 我最喜欢最喜欢 譬如说我现在有在看好一档股票 那我最喜欢这档股票的技术面 买进的切入点就是自息量的时候 其实自息量就代表说 他整个量能量价结构是很稳定的 是很稳定的 就代表说 要卖的人都卖差不多了 要买的人都买的差不多 那现在这个状况是 就是大家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发人问津的时候 可是如果你是用历史经验去推估 当你用自息量进行买进的时候 其实隔一天很容易会有 就是网上 网上喷发的状况 可是大家要记得 并不是说每一档股票自息量 你都可以买 前提是什么 我刚刚说了 我现在关注的股票 假设有三档 今天只要这档股票有出现自息量的状况 那的确是我会很心动想买的一个技术面的 就是价量结构的状况 大家能理解吗 然后因为那个粉丝他就说 我都照你的方法 你的方法我也都有用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 那为什么他会赔钱 可是我的会员 我们的操作却是赚钱的 其实中间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细节 很多人他们不在意细节 他只要说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好不好 跟我讲重点 可是最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其实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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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差异 真的都在细节里面 真的都在细节里面 我常常说嘛 就是比如说像煮饭 因为看我脸之后不太 厨艺应该是不太行的 没错 最后是我常说就是 比如说我跟我妈请教做 我们就是假装就煮水饺好了 就煮水饺这一个很简单 大家认为很简单的一道料理 那我就跟我妈请教说 妈水饺要怎么煮才好吃 那我妈就跟我讲了 他什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哦怎么样怎么样做 然后那个酱油啊 蒜头啊怎么样搭配啊 几比几的比例 我黄金比例全部都记住了 好我就照我妈的步骤 做一次煮水饺的料理 结果发生什么事情 就发生了 就是我吃的总是觉得 少一个味道 少一个味道 其实那个味道就是关键 那其实大家现在一直来我的 Line问我说 为什么我这样 为什么你这样 为什么我这样 其实也没有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这样 我这样 因为其实所有的细节 才是重点 所有的细节真的才是重点 而我告诉大家 我曾经也走过跟你们一样的路 我也常常在思考 为什么你可以赚钱 为什么我赔钱 那为什么你明明就跟我一样 或许甚至是以前常常 就是会有出现状况 就是现在大家常会跟我讲的状况 老师为什么我买合一赔钱 你买合一都赚钱 老师为什么我买 美食都赔钱 为什么你买美食都赚钱 老师为什么 你买什么 我们都买同一档股票 为什么你都赚钱 我都赔钱 那我也一直跟大家讲 关键在什么地方 关键就是在于成本位置 就是你切入了成本位置 等一下继续跟大家聊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什么 大家能够理解 很多很多时候 不是你跟我一样 你就可以 你不是你觉得你跟我一样 你就可以跟我一样 因为很多很多很多的细节 是在我的人生经验 我的投资经验 跟我的核心价值 这你绝对不会跟我一样 那现在关键就是 你觉得你抱波段 你觉得你基本面做出发 可是事实证明是你没有赚钱 我不是要向你你没有赚钱 而是如果你是报错股票 你报错股票 像是金利科 就像是金利科 如果你报到像金利科这种股票 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金利科这档股票很红 非常非常红 在那个我曾经就是 因为你知道就是 我都会加很多投资老师的赖 这是必要的事情 必要的事情 就是你要知道别人在讲些什么 那我曾经加入 我就是我曾经某一段时间 看到每一个投资老师都在讲金利科 我就心里想哇 这个大事不妙了 然后之后第二个点 大事不妙的点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我非常非常非常有一个 以前是我主管 就是算是我 我的导师 就是我入财务这行的导师 然后他算是我一个主管 他以前曾经是我的主管 他也买了金利科 他也买了金利科 那个时候他买的点位 大概是在500块左右 大概是在500块左右 可是因为那个人 我那个主管 他是个会设停顺点的人 所以其实如果他损出 其实我不担心 其实我为什么讲金利科 因为昨天还是有人要问我金利科 那金利科这就是我告诉大家的 趋势 趋势就是这样 操作股票看涨去买 看涨大家都会很会讲 你看涨就哇好棒 说这个 我朋友还跟我说他昨天去追陈明店 陈明店这张股票我操作过 我们获利出场 可是不是卖在最高 不是卖在最高 可是我们就是有赚钱 其实我的操作太阳大概都是这样 就永远不是买在最低 不是卖在最高 所以我朋友他今天就跟我说 那个秀芳什么是注意股你看 他连什么是注意股都不知道 那我说你怎么会去买陈明店 好没有啊 看到好像很多人在讲 好像还不错 我说他做什么你知道吗 不用管他做什么 好像看起来不错 昨天有涨停板 昨天涨停板的时候我还小赚 结果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今天股价一开盘掉下去 他就赔钱了 他要赔钱 所以他才会跑来问我 说书义股是什么 然后我想说你怎么会问我这个问题 所以细问之下是这样 可是我要告诉大家我身边所有朋友的故事 一定就是很多很多很多粉丝朋友的故事 就是为什么他会去买陈明店 因为昨天很强 因为你看到好多好多人在讲 可能不是老师 有可能是媒体 很多媒体在讲 喔说他有多少多少 你昨天就忍不住你就去追了 你就去追了 可是我告诉大家我没有陈明店 我已经获利出场了 这就是这不是说你们追高 你不会赢 你不会赢钱 不会赚钱 而是我常说 你追了一档股票 你一定要设好他的停顺点 比如说回到经历科 经历科这档股票假设 你买在500块左右的位置 你10张你买10张 其实现在很少人有 其实进入股市 其实基本上我的会员 就是他们的资金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说谎 他们都会跟我说他们没钱 什么什么之类的 好其实500万 其实对于一般人来说 其实算是比较高资产的 其实老实说 就对小资主来说 那我们这边就假设吧 就是你500块你买10张 那不到8天的时间 你就亏损了 你就亏损了224万 K等于是腰斩 已经是腰斩了 真的是已经是腰斩了 这就是我说的 这就是趋势 第一个成本位置 你要买在这里 你要买在这里没有错 你觉得你的决定没有错 当时没有人知道你的对或错 可是你必须要知道你自己买这档股票 你的利基点是什么 你的停损点在哪里 你的停利点在哪里 你千万不要买这档股票 就跟我说 我不知道 别人告诉我的 我觉得这个还可以 我看那个什么什么指标 讲了一大堆 这个都很好 所以我觉得500块 我觉得这档股票 市场说他会上1000耶 嗯 很厉害 所以我觉得500块买很舒适 因为他会上1000会翻倍 所以等于是我一张可以赚 50万耶 很好耶 所以他就去买了 完全无脑的就去买了这档股票 为什么说无脑 因为他没有说出关键 他连你的自己的停损的位置在哪 你都说不出来 你为什么买这档股票 你说不出来 你就会说别人说的 电视说的 谁说的谁告诉你的 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好不好 你从电视里面看股票 其实看报纸买股票 看电视买股票 看什么免费的东西买股票 其实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套牢 比赚钱的还要多更多 为什么敢这样说 因为其实我的 我的LINE 就是我的LINE里面的 很多人就来跟我讲他们的故事 基本上没有一个人会跟我讲他们 有美好的故事 可是我可以大声告诉大家 曾经参加过秀方会员的朋友 我会员 其实我的BASE 真的没有像别人 别老师BASE这么大 真的没有 可是那要怎么样 可是至少我是打出我自己的口碑 至少我的会员加入我的 我的会员加入我之后 他们其实对于整个股市是改观的 他们觉得说真的有一个老师可以带着我们 真的就是稳稳的火力 稳稳的幸福 而是不是照进 而不是说美不是照进 而是照进 是不照进 不照进的带着大家在台北股市 就算昨天大涨了500多点 今天跌了200多点 前一阵跌了一度跌1000点 其实对于我的会员 其实他们的心态其实都是stable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股票 就是比别人抗跌 甚至是还有红的股票 今天跌了200多点 我的股票表现的都很好 真的都很好 那有等一下跟大家聊 因为其中有几档股票 就是持续在床高当中 可是我还是没有要开牌 因为有的人就会开始问说 老师为什么都不开牌 你不开牌我哪知道你是在讲什么 我不开牌啊 为什么要开牌 等我要开牌的同时 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的会员到底赚了多少钱 我不是说 我不是像有一些人 就是赚了一两块钱 两三趴 就开牌给大家去拱去抬脚 经历科就是这个状态 你们都没发现吗 难道大家看了那么多的老师的分析 这么多节目 你都还没有觉知说 这些人为什么要告诉你 他会员的股票是什么股票 为什么他赚了一块钱两块钱三块钱 就要告诉你他会员的股票 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这不是很潜而易见吗 不就是要你帮他抬轿吗 可是你帮他抬轿 他会员可以赚钱 他可以把货倒给你 白话是这样可以把货倒给你 可是你们要知道 要顺利的把这一段阶段完成 其实中间的市场氛围也是很重要的 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告诉大家 白话就是如果你要看报纸买股票 你要看电视买股票 你要去拿免费的股票 你们可以买 你们可以买 可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你永远要跑得比那些人快 你永远要有把握跑得比那些人快 那我就支持你去做这件事情 如果你每一次这样的操作 你都可以赚到钱 你累积你计算一年的你的绩效 哇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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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 我就告诉你 你这个策略对你来说是合适的 可是基本上事实证明了什么事情 基本上我听了大家这么多的经验 事实证明了 这件事情不会让大家赚到钱 唯有报波段找到好股票 找到它的价值 知道它的故事 深入了解它的故事 大胆的低档买进 而不是见红才追 这样子的波段操作 才可以让大家在股市 真的让你的资产有感的倍增 真的是这样子 我的研究员昨天才跟我聊 他跟我聊说 秀芳 我觉得我要有大户的思维 你看连我的研究员都这样跟我讲 我觉得我要有大户的思维 我觉得我贴盘贴太近了 我觉得我心情很容易被波动 悸动 很容易就是 觉得你的获利要被吞 就是要被获利回吐的时候 你心情就会很害 就是不是害怕 就是觉得 为什么我的获利要回吐 那你就会失去你的理性判断 你会想把它除掉 所以相对来说 现在盘是比较震荡 那他可能就是卖在 他还有赚还是有赚钱 可是他就是会觉得说 他获利回吐 他卖在比较不好的位置 他心情就会变得比较不好 可是他就跟我讨论说 他是不是有大户思维 我就告诉他 这个大户 我说你问我 你跟我讲 你跟我讨论这个点 我很惊讶 为什么我很惊讶 因为我一直以来 我认为 他就是必须 是个有大户思维 大户思维的人 那其实我 早就是有大户思维的人 并不是说我是大户 而是我知道 只有大户的思维 才可以 才可以让你的 资产有感的倍增 这真的是真的 那为什么 不然那些大户是怎么样 因为我从太多 我身边的朋友 看到这些经验 我说过 我认识的那些人 大家都齐头出发 你齐头出发的同时 就是有的人 可以把资产 冲到十几亿二十亿 可是有的人 还是在原点 为什么 你从中间去细看 没有人会告诉你说 他赔钱的事情 可是 因为大家都朋友 所以 有些时候你可以了解 他讲话的 里面的猫腻 你从中间去细听 你就可以发现 这件事情 唯有大户思维 你的资产才可以有感倍增 什么是大户思维 不是舰长去追 不是舰长去追 而是找到好的股票 把资金控管好 譬如说你资金不多 因为我那些大户朋友 人家十几二十亿的 如果我叫他们买一 他们也不会去尻那种小股票 你知道什么 因为尻那种小股票 随便就被他们尻上去了 对不对 所以他们 当你部位到那边的时候 我们再来讨论该怎么做 因为基本上 如果你部位到那边的时候 你来跟我讨论 我会给你足够的简易 为什么 因为我身边都是这些人 我身边都是这些人 我知道说怎么样做 你有什么样的资金 你就做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 我设定我的会员 我们的资产 都还不是这种高资产 上亿的高资产 一亿以上 好吧 现在一亿好像也不是什么高资产 假定我们现在一亿就算高资产 现在大家都是小资组 小资组是什么 大家都1000万左右在做操作 你1000万左右在做操作 我还是可以帮你做资产配置 当然还有一些刚出社会的 刚出社会他们可能100万的资产 我还是可以帮你们做资产配置 所以我就说 我就用100万做举例 我的军豪 我的福华 我的成名店 100万让大家变成190万 那你去简单心算 如果你有一千万 你现在是多少 1900万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那为什么我可以做到这样 因为不照进 做个好的猎人 看好的股票 我们就耐心慢慢慢慢买 耐心慢慢慢慢买 而不是高频交易 每天在那边急躁急躁 冲来冲去想动作 这样对你的资产没有帮助 真的对你资产没有帮助 那现在来到秀方团队的一些会员朋友们 他们其实一开始也是会照进 也是会照进 可是我们就是慢慢谋合 之前大家记得吗 我成立操盘团队的时候 跟大家讲 我那个时候是 我有经历历过一段正痛期 因为会员他们就是要调整秀方的改变 那对我来说 我觉得那是正痛期 现在我新到了万通投顾 其实我觉得我认为我现在这个月是谋合期 不管是跟公司的谋合 或者是跟新会员的谋合 那我一直在节目上讲我的投资的观念 投资的理念 那你认同你来加入 我觉得大家都轻松 因为真的还是有人来拿 来拿那个双周宝 那他其实我昨天已经呼吁了 你不要再来问我说什么点位不点位 可是还是有人照问 还是有人照问说 那你给我这几只股票 什么时候买啊 多少钱买 除了这几只股票 他有没有什么别指股票 我觉得这个社会 就会造就成有一些人 他会觉得说 你愿意给他的好事理所当然 结果他们就会一直 轰头琴滚 我台语是不是还不错 就是这样 那其实我不喜欢变成这样 所以我一直很避免做这些事情 可是因为现在 我真的是想要回馈我的会员朋友 就是我的粉丝 因为他们其实比我还急 他们希望说 秀方的频道可以 赶快冲上去 让很能见度可以让像之前一样 让很多人见到秀房 那其实我觉得这种事情真的就是 也是一样 就是不照记 因为急也没用 真的急也没用 你急什么 就像投资股票一样 急也没用啊 就算是大家现在对不对 你做什么事情 有时候就是这样 你时间还没到 你急你做什么都没有用 那与其这样 我们还不如当个好的猎人 好好的等待 等待时机 等待发酵 我相信我自己的操作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的绩效是有目共睹的 那虽然我现在还不够红 可是我相信有一天 大家能够认同我的理念 那到时候我的频道就会变成就是 可能就是很多人很多人 那不是用我做什么事情去换来的 而是真的是认同我的人帮我分享 所以我现在就想告诉我的粉丝 你们不要这么替我担心跟着急啦 该来的始终就是会来 好不好 接下来的话看森达科 这两个这两个例子告诉大家 你看你报错股票就是这样 如果我今天告诉你 你只要给我时间 我就是有办法可以让你的亏损 你亏损的钱弥补回来 那大家你们要不要呢 你们要不要呢 你去思考这个问题 你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你还要继续抱着你的套牢股票 然后每天看盘软体心情越来越差吗 还是你愿意改变 给自己一个机会 相信秀芳的团队 给我时间 这个时间不用长 真的不用长 你真的就可以很有感的 把你的亏损的钱弥补回来 为什么我敢这么说 其实我说过这个例子很多次了 就是我的会员其实里面很多都是 从合一过来的 应该是说看我节目讲合一过来的 真的是看我节目讲合一过来 因为其实很多人他们真的是 是被合一 就也不能说是害 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是这样 因为就是大家自己的决策 我觉得就是其实最终最终的 最终最终的问题点就是在 像这个图一样 就是你明明知道趋势不对 可是你还是死报活报 不肯换股票 那但是因为我很多会员 他们其实最后他们都觉得说 我说的对 时间价值非常非常重要 那他们适时的回头换股票 加入秀芳团队 我只能很大声告诉大家 他们真的觉得 他们真的觉得值得 为什么值得 大家只要想小资族100万变190万 你100万的资金让你赚90万 我们军豪浮华成名店 大家都应该会贝了吧 我是要跟大家讲 就是你要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情 并不是说你现在就是去买军行就可以赚到钱 股票就是这样 他就是实机财 你买的timing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有的人买金利科人家赚了这一段 你买金利科你赔了这一段 那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他比你聪明吗 我觉得并没有 我觉得并没有 而是你自己投资金利科这档股票 你的利基你到底是什么 是浑浑二二不知道什么 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告诉你 你不管买什么股票 你被套牢的机会非常大 几率非常大 但是如果你买到深达科这档股票都不一样了 这档股票是 股票的趋势向上的 如果你4月1号买 然后160万10张 其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价差就34.5万 这两档故事 这两档股票跟大家比喻的就是 你就是要抱对股票 而不是说你现在还在抱着金利科 那你跑来跟我讲说你是波段操作 然后你是基本面选股 然后他一定会涨回来 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有这种思维 你第一步你就错了 为什么 因为我说过进入股市的第一堂课 你要学会停顺 可是很显然的 你没有接受这件事情 所以你进入股市的第一堂课 你没有修好 你没有修好 我在这边呼吁我那个粉丝 还有一些 就是大家都一直死抱着那些套牢骨的 你们 你们的心情我真的都懂 我真的都懂 可是我还是要劝大家 为什么要劝大家 时间价值 你进入了股市 你进入股市是想赚钱 而不是看到你的股票一直往下走 一直往下 像金益科 像智元也是很好的例子 智元也是很多人在问 我不知道到底是大家是怎么想的 只是不是智元不好 我觉得其实真的都不能怪别人 其实这是自己的投资策略 你看智元今天继续在破底 继续在破底 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你不要跟我讲说像合一的故事跟我说 老师不会他绝对不会在破底 结果事实证明了 不是都破给你看 可是 可是讲这些对你都没有帮助 唯一对你最有帮助的是你自己要改变 你今天你跟我 如果你今天可以很大声的跟我说 老师我愿意改变 那我愿意砍掉智元 我砍掉一半 那你带着我 另外一半 然后布局老师你现在看好的股票 我会很高兴跟你说 你做对了这件事情 因为很多很多人最后都会跑来跟我说 老师我应该早点听你的话 早点听你的话 我第一我一月份加入你们 我就跟你一起赚了什么 均豪浮华成品店 还有等等的股票 对不对 因为重店我也有做对不对 中兴电亚历 上瓶我有特殊气体 那个我也有做 我跟他生计我也有做 太景不是也是很好的例子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 大家有留意到吗 就是如果你现在手上有套牢股票的 千万不要不要不要再告诉我 你有任何的理由 然后你要说服自己说没关系 他十年之后会涨回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不用来我的赖跟我求救了 因为我一定会告诉你 趋势不对就是要换掉 一定不会讲你想听的话 那与其这样你也不用加我的赖 因为只会造成你心情不好而已 加入我的赖让你心情不好 这样子你反而会更讨厌我吧 所以我觉得 可是我还是要以我的立场说对的事情 趋势不对这也就要换掉 像资源这趋势就不对啊 留着他我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如果是我我绝对一定是 早就之前早就砍了啦 因为我的停损不会设这么远 绝对不会设这么远 所以我给大家建议啊 其实就是这样 如果你愿意停损 你就先出一半 你把资金释放出来 你不一定要加入我的团队 你可以去加别人随便 反正你就是要把资金活水弄出来 然后呢让你在台北股市有新的 有重拾信心 你才会有信心赚钱 你们能理解这件事情吗 其实我帮很多身边的朋友 很多身边的那个 就是亲戚啦就是长辈啦 整顿他们的股票 真的是整顿他们的股票 那其实我真的都帮他们逆转胜了 那因为是身边的长辈 所以他们其实对那些东西那些钱 他们其实对我的评价只有一个说你好厉害 就你好 可是其实我觉得不是我好厉害 而是你们的观念终于慢慢改变了 真的是这样 你观念要改 你才可以做对的事情好不好 好那资源真的就是就到这边吧 因为再批他也没用了 因为其实真正要改变是大家的投资的脑袋 你真的要学会进入股市的第一堂课 就是停顺好不好 好 接下来的话跟大家聊聊 就是秀芳的这个活动 只要你订阅秀芳的YT 然后分享开启小铃铛 然后把它截图下来到我的LINE LINEID17888VIP 然后我就会给你等值6万块的走保 不要怀疑马上给你 就是会给你等值6万块的走保 昨天说过了 越早来拿越好 因为昨天 不是昨天 昨天说过了对 前天有很多人来拿 然后来拿之后他们就是有去买 有去小事伸手 活不其然就是赚钱 活不其然就是赚钱 所以他们来感谢 其实也没什么好感谢的 你要谢就谢谢你自己 因为你愿意相信我 我是我的角色 我的立场是 谢谢大家帮我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好不好 这个活动还是持续进行当中 只要你做了这三个步骤 步骤 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截图给我 我就二话不说给你东西好不好 那如果你在操作上面有什么问题 欢迎大家可以来问我 那范例大概是这样 就是讲一些产业的前景 跟一些给大家一些就是 就是汇整一下就是券商给的报告 为什么要给这个 就是大家可以依视性的调整 就是这一档股票的目标价 因为基本上双周报里面不会有点位 不会有买进卖出点位 只会给你建议 只会给你建议 那大家就大概是长这样子 所以这就是秀方双周报CP值极高的地方 那因为现在双周报没在卖了 所以把握这一次就是分享 帮秀方的YT分享出去 那秀方就免费回馈这个双周报给大家 好 接下来的话要跟大家聊聊小资族的部分 那今天聊这一档小资族的股票 这档小资族的股票今天盘中 又持续的在就是在涨 那我印象中他大概涨了5%左右 5%左右那这档股票的话 其实我聊过嘛 一开始有一些新会员 对于这档股票就是觉得 怎么都不动啊 买它要干嘛 真的会涨嘛 最后那些人反而来跟我讲说 老师这档股票很很强耶 大盘在震荡的时候震荡的时候 他都没有震荡一路往上走 没错 这就是我们的选股功力 你们能理解这件事情吗 这个要试过才知道 而且因为我没有开牌 你们可能对于感受度不够大 所以你们要理解一件事情 为什么每一个头顾老师 都一直说我的股票涨停牌 每天都开给你看 因为这样子你们才会心动心痒痒 可是你们去想想看 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到底是多少 到底是多少 其实简单想一下就知道了 那我就是不开牌 那大家可能对于这样子的 就是对于这种 这种开心的程度会不是太够 可是我告诉大家 我讲节目不是要让大家开心 我讲节目只是要跟大家讲 我的投资观念跟理念 如果你喜欢我的操作 你就会来找我 那我就会给你像这样的东西 像这样的东西 你就是会抱着安心 那我们的会员 大家就是可以小炒变大树 那这档股票我们就续报 为什么续报 因为秀芳看的东西还没出来 接下来这档股票 如果我很 如果我很确定的告诉你这档股票 会有二三十块的价差 时间不长 你要不要 这就是我刚跟大家讲的 经济科 如果你愿意相信 你经济科停损掉一半 你合一停损掉一半 你资源停损掉一半 你来参加这个主标 我当然也买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基本上我操作了 想一下四五次吧 还三四次忘了 反正每一次操作都没有 都没有赔钱过 我每一次操作都是带着我会员赚钱的 所以这档股票基本上我对它掌握度很大 这就是我说的包进购 那其实老实说这一档股票做了很多段 那这一次是最后一段 最后一段其实也是最黄金的一段 所以大家真的要把握 真的要把握 很多人不是说 有时候什么吃鱼头 鱼身 鱼尾留给别人什么之类的 这一条鱼 基本上我是从鱼头吃到鱼尾了 真的是从鱼头吃到鱼尾了 所以现在最后一段 大家一定要跟上 然后接下来我们当然就是转做别档股票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那这一档股票的话 价差20到30块 你只要买20张 我们算20块好不好 那40万 你就可以赚40万 那就可以让你 就是在台北股市 有一点信心 如果你现在是套脑志愿 合一中天 保龄赴景志勤 的这些等等的人 好不好 如果你们愿意相信 还有经历课 因为还是 昨天真的有人跟我讲经历课 那如果你们真的愿意相信 这档股票 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 这档股票 我们这一条鱼 就剩最后一段了 等着我们去吃 那我的小资组的会员 我们其实都已经有开始慢慢在布局了 那懂筹码的人其实就会看了 因为这一档股票就是有人在撑着 他不会让他太下去 也不会让他挤拉上去 为什么 因为在等一个东西 因为在等一个东西 那我们就刚好趁这个时候 赶快布局 赶快布局 那布局好之后 我们就等喷罚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好 接下来的话 先布局强赚钱班 这档股票 常常把它跟美食做比较 我们看一下美食 还记得我们那时候美食的故事吗 美食那个时候 假设你买了300块 我说过了 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取舍 因为很多人就会想说 老师你不是生技专家吗 既然美食的产业情景这么看好 你为什么不买美食 我说过 那个时候在300块的时候 大概在这个平台附近 300块的时候 我还是没有想买美食 因为我宁愿把这个资金转到 我跟大家讲的 先布局强赚钱班的这档股票 那我们从时序来看好了 我们就算300块买 你到现在这个时候 你没有卖在这个时候 现在假设是在这个时候 因为我相信 买美食的人他们不会看这么短 他绝对是抱一个波段 所以在这个三四七 他们绝对基本上卖的人不多 我们就从比的这个时候 4月初买在300块这个平台 到现在 你买了10张300块的美食 到现在你还没出的话 你现在只赚14万 你现在只赚14万 而我呢 而我的这档股票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这档股票今天盘中又创了新高 又创了新高 我们的趋势是这样往上走的 是一直往上走的 那刚刚帮 因为我是盘中录影 所以我在节目上面讲的价格 一定是我当时要来录影之前看到的价格 那所以我刚盘中录影的时候看到这档股票 其实我的会员 我的会员他们少说 就是一个人 我其实应该是这么说 就是我的会员他们随便一个少说都可以赚 我算一下 六十七十万 六十七十万 因为这中间的差异是张数的问题 因为我有一些会员他们的尺子比较大 他们的部位比较大 所以有的人是买50张 有人是买20张 有人是买30张 这中间的差异在这样 那我据我的了解 就是我随便一个会员这档股票 就是让他们赚这么多钱 真的就是赚这么多钱 那我要讲的并不是说 我这档股票比美食好 我觉得就是选择 什么是选择 就是我当下的选择就是 我认为这档股票它会涨的比美食快 要不然其实老实说 我也可以带大家买美食 因为美食我涨过度这么高 可是我没这么做 有些是因为我认为这档股票它会先发动 我们这档股票赚完这去买美食不行吗 也可以啊 先说我没有买美食 我还没有要买美食 我只是比喻 只是当下我的想法其实就是很简单 这档股票我认为会有60块到80块的价差 60块到80块的价差 那我的会员我们 我其实老实说我是看顶的 我是看80块 所以其实现在是连一半都还没到 连一半都还没到 可是even现在连一半都还没到 其实我所有会员 大家都还是开心赚钱当中 真的还是开心赚钱当中 所以我就说股票就是实机财 那有的时候你的抉择就是你买这档股票 你认为它会比较好 因为我认为它会比较快 其实我就是认为它会比较快 然后这档股票呢 我们获利了解之后 我们其实把资金再转到美食我也觉得不迟 我也觉得不迟啊 真的啊 我当下想法真的是这样 可是事实证明了 其实美食它就是上去之后又开始在这边混了 那其实它在等一个催化剂 那这个催化剂我知道什么时候 所以我也会我其实我不排除 就是带着我会员我们去买美食 真的 这我不排除 只是要看当时的状况 那我就要告诉大家嘛 就是这档股票它的趋势就是这么好 就是往上 那这档股票的话 我每个会员都是在赚钱当中 真的都是赚钱当中 那所以我们的会员就是先恭喜我们先布局 想赚钱的会员 为什么 因为你们值得啊 因为你们就相信秀芳你们 就是第一个加入了这一个升级的这个团队 那其实我是开心的 因为这个人数不多 因为我有筛选过 因为很多人要来参加 可是我认为不一定可以让每一个人参加 因为我还是比较想选志同道合的人啊 那既然筛选到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我真心的一定要让你们得到你们应有的回报 这档股票只是其中一档 真的只是其中一档 我们还有另外一档股票 那两档股票现在还是赚钱 那股票呢 也是在等催化剂 什么催化剂 营收 不怕大家知道就是营收 营收绝对是它的催化剂 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两档股票 哎 获利了结之后 我们就要转到另外一档新的股票全新补局 那等你们知道 等你们知道我们这些股票的时候 你们一定会懊恼跟后悔 说为什么你们没有早一点认识修房来加入修房 这一点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不是说大话而是真的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都跑来这样跟我讲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等下去 因为基本上这两档股票 我们手上的这两档股票 我们都真的都是获利当中 真的都是获利当中 好接下来的话生计抢赚钱 先讲这个B股 那因为新会员陆续进来 这个A股我们就慢慢买 真的就慢慢买 大家不要偷买就买10张 B股的部分呢 今天有买 今天买在相对低点 那我就很开心 因为至少就是买在相对低点 我们都是这样子 就是挂一个比较低的价格 然后买在相对低点 然后会员朋友们买到 我就是觉得恭喜 为什么 因为这档股票 B股 B股这档股票我是看翻倍的 那说过他转折在6月 转折真的就在6月 那现在是4月快底对不对 4月快底这个时候买最舒适 最舒适我觉得 因为他转折在6月 市场上也有些人知道 他转折在6月 所以他可能会提前发动 提前发动什么时候 5月 那5月是不是快到了 所以我就说 这就是我的布局 这就是我的布局 我们就是等了一点点时间 我们花一点时间 慢慢买上去 慢慢买慢慢买慢慢买 那等这个东西发酵了 它的转折出来发酵了 刚刚好我们就获利出场 对我来说 这就是超盘团队SOP 因为我其实也没什么好讲的 因为对我来说 那就是我内化的一个策略 超盘团队的操作策略 就像是我们说了 三档股票 那A档股票布局了 然后获利了解换C股 那B股 我们就慢慢买 因为我认为A股会比较快 A股的确会比较快 这会比较快 A股的催化机会是在营收 也是营收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是专门抓营收的 营收是5月10号公布 那个时候 大家应该就会知道 这一档股票的威力了 那这档股票 获利了解之后 我们换C股 C股的话 为什么它会排在最后面 因为它时间续是刚刚好的 时间续真的是刚刚好 这档股票 获利了解之后 我们买C股 C股的转折点 其实也差不多是落在6月底 是6月底 真的是6月底 可是我认为 因为它的不可控因素 会比较多一点点 可是它最后还是会让你赚钱 真的还是会让你赚钱 就像我们的太景一样 因为没有人知道 公司解盲在什么时候 那我只能推估 推估了一个时间 那没关系 我们就慢慢买 那最后解盲成功了 我每次获利入带 就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每一档股票 每一档生计股 就是可以带着大家赚钱 因为我就是有那个能力 可以推估 好消息的 好消息的发酵时候 大家能够理解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的生计股 生计股抢赚钱班 就是充斥班 其实很多人 最近真的很多很多很多人加入 其实我觉得很好 为什么 先恭喜你们 因为你们有远见 真的是你们有远见 先加入这个组别 我们先赚完了 然后再转别的组别 这就是最好最好的安排 可是还是有一些人不喜欢生计 那无所谓 你就选小资吧 你就选幸福宣言班 其实我的班别就是这样 不会再多 事情就是这么单纯 就是用最简单的事情 然后做对的事情 对的事情重复做 你就可以在台北股市赚钱 真的就是这样 好不好 好 那今天要跟大家聊 再生医疗是什么 就是利用细胞的再生能力 修补受损组织器官的医疗技术 因为其实再生双发这个东西 一直还没有立法院通过 一直有一些杂音 所以之前很多人就是在关注 再生医疗 再生双发想说 一定要先率先卡位 我跟你讲 大家想的都一样 可是最后因为一直都没有过 所以你会发现说长盛 其实长盛就是指标 你会发现长盛的骨架好像都很黏 都一直上不去 其实也是这个原因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 其实长盛的获利真的不错 那再生医疗 它就是一个 我们常听到了 造血干细胞移植 那就是行之多 你这也是 这个技术非常成熟 那这是再生医学之一 代表公司大家不陌生 就是长盛三顾跟乐甲 那长盛的部分 我刚跟大家聊到 其实它 我认为它很好 就可是它就是股性很黏 那所以好的股票 你要找对的时机做对的事情 而不是说 你听到说什么什么什么你就去买 大家能够理解这个意思吗 应该能理解 反正大家只要听到说再生医疗 第一个首选就绝对是长盛 那长盛的获利表现其实也算是不错 那今天的再生医疗就分享给大家 好 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要帮我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然后你截图下来到17888VIP 我就会送你等值的双周报 你要截图下来给我 加入我的LINE给我好不好 那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啦 跟开启小铃铛 对因为最近发现我朋友都跟我说 秀芳你的按赞数好像没有值钱多 好像是这样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我按赞订阅跟分享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有什么任何问题 到我的LINE 17888VIP 然后随时来问我 真的随时来问我 好今天我的影片就到这边 就祝大家明天操作顺利喽 谢谢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险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就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中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说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